整个课程设计的话 大家其实都是迫切需要一份实际经历的 然后从我的角度 我自己每天会面试去招人 也会看到大部分的毕业生 如果没有一份比较完整的项目经历 或者说哪怕有 如果我面试的时候问你 你答不上来 其实是很难帮你找到第一份工作的 那有没有其实是一个很好解决的问题 你哪怕自己在外面做个小项目 然后都可以放到简历上来过简历这一关 但真的到第二轮面试的时候 面试问到一些细节 会发现就很容易的可以区分出 谁的项目是真正正正在一个商业环境里面是做的 谁的项目是自己在家里 网上照着别人的教程做的 两种项目我们面试的时候 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 我们肯定是更倾向一些 做了更多真实项目的一些经验 所以这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目标 就是通过更最真实的项目 帮你不光能在简历上增加一条项目经历 或者说一份工作经历 而更多的是能够在 你在未来的面试的时候 不光是面试 可能你在工作中 你在这个项目里面学到的一些技能 都是用得上的 好吧 然后课程目标的话 我们基本上包括这四点 大概整理的这四点 就是我们职场中 比如说数据相关的一些基本流程 从开始到结束 怎么样分析需求 怎么样去处理数据 然后拿到数据之后 做一些分析 分析之后 做出一些建议给到Stateholder 然后你会需要使用 我们常见的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包括Python cycle来完成你的任务 同时这个目标是帮你会 一定会帮你在简历上 会帮你完善你的简历的 至少在你的项目经历那一部分 我们一定会帮你好好的整理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做了这些内容怎么样去反映到简历上去 更好的去提升你的简历 然后包括刚才提到的 在面试的时候 你也一定可以对答如流 然后至少在这份简历 在这份经历上面 你是可以非常自信的去谈论它 然后我们整个课程设计的话 有大的四个原则 一个是叫项目驱动的 就不是我们是拿的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 一家小企业的实际的项目 然后也会帮他们提供一个真实的 一个解决他们真实的问题 当然了 我会后面会邀请 如果大家做得不错 也会邀请这家企业的业主 来听一下我们的报告 然后希望能够 你们可以直接能够听到 从他来到第一手的反馈 然后通过这个反馈来进一步的去优化 或者迭代你们的结果 然后第二点就是团队协作 你会学着如何在一个团队里面 去和不同的人去沟通 去合作 去一起解决同一个问题 或者说一起分合作 解决一个大问题中的不同的模块 然后这些团队合作 在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然后第三点就是 兴趣是主导的 我们哪怕做Data Science 我们也分分析型的Data Science 和预测型的Data Science 如果你自己对Engineering很感兴趣 你可以做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ing 甚至做到最后 你可能对MIOps 或者是纯Data Platform本身的架构 有兴趣 都可以去挑战 或者去尝试的 这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 就是希望你能在一个场景里面 去探索对于你职业发展 来说最有兴趣的方向 至于怎么走 走多快走多慢 完全都是看你自己的节奏了 我们总共只是会说 我们只有8周时间 在这8周时间里面你花多少时间去做 去学到多少东西 都是看你自己的速度 那我作为一个教练的角色 更多的就是保证你不受伤 然后去对的方向就好了 好吗 然后第四点有一个就是最佳实践 就我之前也反复说了 我们一定会遵守 至少是技术型公司的一些最佳实践 包括一些代码规范 轮导规范 如果你做一些工程项目 我会要求有大量的测试和验证 保证你算的东西是对的 然后让我们所有的项目使用gits 这刚刚已经提到过了 我们会走敏捷的模式 然后我们所有的数据都会走云上的数据库 所以你会学到怎么样去跟云上的数据库 去做一些交互 所有这些东西全部是跟企业上一模一样的 你如果真的到一家公司里面去工作了 用的也是一样的工具 OK 最重要其实就是各项目做完 你在面试的时候 是能够非常自信的谈论你的项目经验的